南人市政府已经率先全国开出第一张罚单了 第一张罚单就是我 南人市政府已经率先全国开出第一张罚单了 第一张罚单就是我 当初的情境是因为我们参加活动 志工的活动 这个应要求短暂的拿下口罩 我觉得其实虽然这个医师有说 在室内短暂的15分钟内拿下口罩是没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为了避免灰色地带 为了避免取地困难 为了避免这个有人趁机砖漏洞 我觉得还是从严处理 市长都带头做 而且市长也被处理 也被处分 所以说以后就没有什么空间 没有什么特权 也没有什么包庇的情形 那么再拥有结了 这么多两点 让我们CKW的所有人都给冠军 因为我们警察 我们的包庇 直接去问我们的长官比较好吧 可念我们的局长比较好吧 這個團隊的尋尊在酒精裂上 陳其邁的團隊這樣直接的逆時鐘 不管疫情 直接的這樣子大剌剌的示範給所有的市民朋友看 就是對於防疫工作上面的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疏失 陳其邁的團隊為什麼不戴口罩直接做交接 而他竟然講說要去問長官 請問一下所有的事情以後都要問陳其邁才能夠做事嗎 這個團隊只有在陳其邁下指答指命令的時候才能夠做事嗎 咪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